自从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国国内有很多关于移民和税务等方面的政策 出现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为了解答到南加州市民因此而产生的种种移民 台美律师协会将会明天举办法律专题讲座 对于移民、税务政策及理财问题 有兴趣或者有移民的民众可以免费入场聆听 现任台美律师协会会长尤信燕表示 是明天的法律专题讲座上 将会有十位经验丰富的律师 为大家提供劳工、税法、专利、诉讼等法律咨询服务 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社区朋友 生意的雇主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来参加 我们台美律师协会从1994年 就开始每一年帮社区服务 但这次也是一样 我们就是这些律师 每一个小时都是几百块以上的律师费 他们就是奉献一天 因为我们现在的移民越来越多 尤其是从比如说国内来的华人 各地来的华人都有特殊 因为文化上的跟对法律上的不同的理解 所产生的很多的特殊的这个诉讼问题 比如说包括合约的文字的理解 还有一些在买卖的时候 因为在本来国内的时候 因为习惯不同而造成的 在这边出的问题等等种种 还有一些关于新的法规 因为不理解 因为这新来的文化跟这个系统不一样 而不同的理解 特别为大家做一些提醒 怎么样去避免诉讼第一 第二呢 如果是说有遇到诉讼 我们会有三位诉讼律师 为大家讲解说 从原告的角度 有什么事情要特别去注意 从被告的角度 如果万一不幸被告了 有什么事情要特别去提防 才能达到最佳的这个诉讼的结果 然后如果真的是被告了 还有其他什么东西要需要注意的 跟预防的 这我们都会一一在 包括这个新的法规的加入的状况下 为大家一一做解答 第一怎么样避免诉讼 那诉讼发生的话 什么你必须要注意的 还有就算你已经进入了诉讼 这种情况的话 怎么样去做一些你可以预防 预防的事情 然后还有就算你最后有判决了 判决的话 你要怎么样去collect 你这个诉讼 都是一些比较 我想观众会比较喜欢听的 对他们有帮助的事情 现在川普上任之前 他就已经承诺说 会需要做一些很多的 这个移民的改革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 川普上台以后 这个他这个支票兑现的这个 这个影响 那我们会在星期六的时候 帮助大家去解说 很多方面 像是假如说已经持有绿卡的人的话 是不是以后还是可以蜻蜓点水 每六个月进来一次就可以了 还是必须要居住在这边 那有关H1这个工作签证的话 他现在提议的这个改革 这些未来对已经有绿卡的这个雇主 还有现在想要申请绿卡的这些 对于想要申请H1的这些学生的话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新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移民政策有出来 虽然不是移民 可是是一个新的投资签证 那可能今年七月会生效 那这跟E2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那这个中国人和台湾的朋友 都可以申请的一个新的移民政策 这是一个投资签证 投资可以居留在美国 这个许可证的新的政策 那我们也会在这上面跟大家做一些解释 台美律师协会的法律专题讲座 中月明天中午12点30分至下午5点 在洛杉矶华侨文化教育中心举行 天哪卫视记者马俊 昨日报道